各位观众大家好 国内的罢工潮呢还在继续 大家从最近这几个月里面啊可以看到 这个在中国引发群体事件的这个团队和行业特别多 我们在五亿前看到了上海是环卫工人罢工 然后我们在六亿前我们看到了是安徽 陆安的教师讨要薪水 那么最近又掀起了全国的货车卡车司机的罢工潮 在这个期间我们看到更多的类似于老兵上访啊 或一些金融诈骗以后那些被骗的 那些金融投资者啊 加上失地的农民啊 这些 每天都会发生的这个罢工潮 维权潮 在中国大地可以讲叫新逻辑部 那么大家有没有问过 为什么 中国会有那么多 要抗议政府 要维护权力 要出来 去保护自己权益的团队呢 那显然 我们应该看到 中共 现在已经到了穷途末路 人民 已经不堪重负 不断地站出来 借杆而起 反抗他们的保证 今天的中国和大清朝亡国之前 完全是非常相似的 1911年的时候 当时 在北京所有的掌权人 包括那些王公大臣 花旗子弟 他们每天 仍然是在胡吃海河 吃饭送你 一片 一片 一片歌舞生平 整个你看出 大清朝当时 太平盛世 这个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想到 大清国 在 1911年 10月10号 会分奔离析 会被武昌起的枪城打响 会被 会被辛亥革命的这股浪潮 把大清朝去跪 那么大清朝到末期之后 整个国家的状态是什么呢 大清朝在他灭亡前的这么一两年 整个国家 表面上极端的繁荣 但事实上什么国库里面完全没有钱 大清 穷的就是说 很多这个官吏 工资都发不出来 袁世凯是曾经 跟隆誉皇太后 要隆誉 从他的私房钱里面 拿钱 出来 支持财政 支持当时的军项 而 隆誉的私房钱拿出来以后 袁世凯拿这个钱以后 袁世凯也根本不可能 对南方革命军发病 当时整个 这个上上下下朝野啊 都什么 都是一种惧怕 什么惧怕呢 你看 袁世凯 他 有兵 有没有钱呢 袁世凯也有钱 而且从隆誉代后那边 还从隆誉代后里面拨到了一笔 隆誉代后的私房钱 但是拿这个钱他不肯讨伐 这个南方革命党 就是孙恩 他们的南方革命政府 因为袁世凯很清楚 如果讨伐南方革命党 他变成什么 变成杀敌一千 自伤八百 而南方革命党 当时 孙恩也好 黄欣也好 他们那时候 愿不愿意就是拼死北伐 然后跟袁世凯决一死战呢 也不愿意 因为南方革命党也没有钱 外国政府也不借钱 他们当时就说根本没有这个财政的能力 来支付庞大的军饷开支 来维护 他们要爆发一个什么北伐的这个战争 所支付的财务负担 也就是南方革命党没钱不能打仗 袁世凯他的新军 他也绝对不愿意拿出去去讨伐 这个南方革命党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龙玉太后怎么办 龙玉太后他要选择保命 他已经看到了 大清朝起诉已尽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最终 辛亥革命 实际上是一个三方政治 妥协的结果 我们看今天的中国政治 今天 在中国 我们无数的人 通过 社会上的各种现象 以及通过海外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 对中国的外貌制裁 我们就可以看到 整个国际社会对中共已经有巨大的压力 而中国国内又变成是民不了僧 官不了僧 在习近平搞倒行逆时 企图退行终身制以后 整个中国的社会 他已经到了什么 到了民怨沸腾 那么在 能看得清这个政治方向的人 都知道中共气数已经 差不多 快到大清朝那个时候了 但是中共的高官 和中共的现在这些 权贵结合的这些富裕抉 他们完全看不到 他们现在的生活的状态 就跟1911年的 当时的 这个王公贵族和八戚子弟是一模一样 他们每天都在胡吃海河 包着二奶 调着舱 坐着豪车 晒着名表 然后笔持笔合笔穿 笔物质享受 没有哪一个共产党的高官 和这些权贵阶层的 类似于马云 王剑林刘祥东这种人会认为中共会马上要倒台 中共和混合也会灭亡 他们仍然满足于他们跟大清朝当年一样的那种歌舞生平繁华盛事 年后初步有 过着他们一幅 穷奢极欲的生活 他们是绝对不会想到 中共在短期内在一两年之内 中共就会灭亡的 所以 这和大清朝是非常相似的 同时 大清朝当时是国库国库没有钱 龙玉太和把自己的私房钱拿出来都支持原始开 那中国现在是不是这样 我可以告诉你 人民币超发现在已经到了吗 货币贬值到 老百姓很快要用麻袋装钱去买米了 一定会有这一天 也就是说中国现在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由于美国的施压 中国每年靠美国混来的贸易顺差的这两三千亿美元 在今年是肯定没有了 同时 因为美国等西方社会对中国的施压以后 中国现在靠 压榨中国人民那种劳动力 获得的这种低廉的成本的这些 产品 向世界供应 他换不回来那么多美元 而且换回来这点美元由于被 西方政府 要加征关税以后 中国政府 他拿到手的这种利润 已经非常非常的有限 同时 习近平还要满足于他自己 穷奢基于的生活 到国际上大撒币 到处送钱 摆他一副大国之金的派头 你看 上河会议 八个国家 六个斯坦 基本上都是穷国 什么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土处曼斯坦 都是这些 加上一个俄罗斯 几个 穷国家 他们在青岛 花了上千亿 开了个穷奢基于的会议 而人家 G7会议 全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 就是一张小台子 弄几个汉堡 人家那个开会 叫真正的务实 开会解决问题 习近平叫白浦 也就是国家已经到了这个地 习近平仍然要满足于 他自己大喝茅台 然后大连宾客 把整个青岛层 变成一座空城 然后去吃喝完了 去摆上大国派头的 这么一个场面 所以说 一边是国库完全没有钱 一边是国家的统治的 在穷实机遇 所以跟大青岛很像 那么到了这个时候 国家已经到了这个状态的情况下 中共高层 有没有人看到 中国已经坐到了 这个悬崖的边缘了 我相信是有 所以我今天的节目 是对中共的高层 中共的高官 中共军方的高级将领 我是对你们喊话 你们如果看到这个节目 请你们认真地看一看 因为 任何一个时代 当这个时代大变迁的时候 实际上 在这个时代里面 掌控着高层权力的人 这对你来讲是一个机会 是什么机会 也就是说你应当 促成这个时代的变革 促成这个时代怎么变革 也就是在 你要完全看到 中共这个政权 已经绝对延续不下去了 为什么我说它延续不下去 中共七十年建政 中共从它建政的那天起 就开始搞政反 搞反右 搞土改 然后搞文化大革命 最后搞六四屠杀 中共这么多年来 它手上的血债太多太多 中共是击重难返 它没有办法回头的 因为它手上的任何一笔血债 它都没有办法向人民偿还 只要这个政权垮灾 人民是一定要跟这个政权清算的 那么最终也就是中共它只可能 在邪恶的道路上走到底 那么邪恶的道路上走到底的情况下 它是不是可以一直持续呢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当年朝鲜还叫高立国的时候 他在大明朝的时候 他曾经什么 他曾经把大明朝 他投入了这个经 就投入了这个当时的经国以后 大明朝没有几年就完蛋了 就是脱离大明 投入了经 那么那时候 大明朝 就彻底就报废了 那么又过了 这个几百年之后 也就是在上一个世纪初的时候 这个高立国 他又再次投入到日本 脱离了脱离了这个清朝 那么大清朝 在这个高立国脱离了没有几年 大清朝又灭亡了 所以 从这两个历史案例 你可以看到 今天 如果是高立国就是这个北韩 他再次脱离了中共的这个势力范围 那么投入到美国 或以美国给他缔造的 以南韩为基础的南北韩统一的这个国家 如果 朝鲜选择了这条路 他就跟历史上 高立国曾经脱民 曾经脱清 都 最多导致明王 清王 和今天脱离中共 导致中共王 是一个道理 这是历史 大家有人认为历史没有那么巧合吧 告诉大家 任何历史 他都是你未来的写照 如果你看不清未来 你就回头看看历史 因为历史是可以照亮未来的 我说这个话 是绝对有历史根据的 也就是说 这一次 金三胖 到新加坡 跟川普的见面 如果三胖能省时多时 能够为了保命 能够保住他金家的小王朝 他选择跟川普合作 完全启合 脱离中共 然后倒向川普 和南韩建立统一的 这个 朝鲜的一个民主制度以后 中共的灭亡 就在最近这一两年 这我们是用历史的镜子 在照现在 那么 我们再看中国现在 因为民不了神 那大家都知道 中共这么多年对人民的倾障 已经让老百姓已经恐不看言 尤其是中国的底层百姓 那么官 官现在也不了神 因为习近平以反腐为借口 他把任何一个当官的 都随时可以送进监狱 送进秦城 因此中共的这些官员们 他在习近平这两任期间 基本上叫恍恍不可终日 因为习近平的反腐就是隔墙镇砖头嘛 扔到腿头上就是谁头上嘛 啊 谁都有可能被习近平拉去祭祺嘛 在这种情况下 每一个当官的 他都有可能什么 明天就进秦城 那些感觉逃不过的人 很多人就选择嘛 自我了断 你看最近这几个月 多少高级官员自杀 那么多官员难道不珍惜生命吗 为什么都要选择死呢 因为他们知道 只有自己死了保全自己的一家人 只有自己选择死了 才能保全不被共产党清算 只有自己死了 才能够使他保住他所在的那个小圈子 小利益集团 而这些人因为他的死 来照顾他的家人 所以往往有很多中共的贪官 他的死都认为是死了我一个 保住全家人 他们是带着这个想法 才选择去死 那这个道理我想就很浅显 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很多中共的高官是看到 这个党已经没救了 自己已经没有未来了 那么 有的人就选择死 当然 还有大量的没有选择死 那么没有选择死的 也掌握中共高级权力的 或者中共军队的高级将领 你们是不是打算走薄熙来 周永康 令计划 或者是张扬的道路呢 周永康 令计划 薄熙来是进了秦城 张扬是用一根绳子上吊死 你作为中共现任的高级将领 和中共的高级官员 你愿意走这条路吗 我想你不会愿意 但是 如果让你出来 集结你的权力 向习近平挑战 把习近平一枪挑入马下 最终改变中国历史进程 如果当你有这个机会说你能不能做 我可以大胆的鼓励你 你完全能做 你的顾虑是什么 你顾虑就是第一 如果把习近平挑下 我如果精心布局 是有可能的 这就像当年华国锋 在汪东兴的配合下 果断的能把江青 张春桥 姚委员 王洪文 所谓几个正中央政治局委员 几个王章江瑶的什么 四人帮集团一举拿下 因为 他有中央 禁卫军 有中央警卫团给他帮助 所以就完成了这件事 那么今天 中共高层的领导人 中央的禁卫军 以及北京卫戍区 还有很多能够掌控 习近平行踪的 这些警卫人员 这些安保人员 他们里面的领导人 也有这个机会 如果你控制了习近平 把习近平 斩首于马下 你 改变中共的历史 进程是完全可能的 我相信有很多官员能做得到 但是他们不敢做 为什么不敢做 他们认为如果我们做了这件事 不代表我们自己个人有安危 不代表我们能够把这个中国政治局 彻底改变 不错 我知道你们的顾虑 你们虽然能够控制住习近平 控制到中央最高层 但是你不知道你控制了以后 你未来的命运是什么 你的结局是什么 那么今天 我就给你指明一条道路 大家可以看 当年 苏共在即将倒塌的时候 谁站出来的 叶丽清 叶丽清当时什么身份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原莫斯科市市委中纪 苏共中央的高管 他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候站出来 是成为苏共倒塌的 骆驼上的最后一个倒塌 是他的举手一击 勇敢的站在坦克上 对官兵们的 这个呼吁 加上 他事先 他事先布置了亚洲 弗大将 要求苏联军队实现 军队国家化 不对任何人民开枪 然后 才导致了苏共垮台 所以说 中国出现叶丽清 这样的人物 一点都不难 会出现 只是中国的这个叶丽清 他不知道 他出现了以后 下面一步怎么办 下面一步怎么办 我来告诉你 你只有什么 把中国推进民主进程 如果你是持续 专制进程 持续搞宫廷政变 实行专制进程 那么你很快也被另外一个人 斩尼于马下 很简单 任何一个专制替代另外一个专制 一定是血腥的 当你这个专制替代另外一个专制的时候 还有一个人比你更专制的人 希望也杀掉你 然后他来获得 这个政权 这样就变成了什么 专制和专制相报 只是渊源相报 没有了 只可能一个血腥替代另外一个血腥 一个专制替代另外一个专制 所以你一定 结束专制制度 不能再延续专制制度 那么怎么样才能保证你成为一个 真正的开创中国历史未来的一个民主领袖 而且又确保你自己个人的荣誉 和和你家庭的平安 以及荣华富贵呢 我告诉你讲 你只有把中国推向民主制度 你在你的手上接触了共产暴政 接触了专制制度以后 你要把中国完全走入民主制度 只有民主制度才能保证你的生命 只有民主制度才是解决一切专制的良药 只有民主制度才能保证你这个在最关键的时候给专制制度狠狠一击的这个人 你的历史功勋和用民主制度保证你未来的历史地位 以及保证你个人和你全家的生命安全 很简单 叶利钦就是因为这个方式叶利钦成为民选的总统 人民保证了叶利钦 他在民选的总统的这个地位上面 一直平稳过渡以后知道他的任期满 然后光荣退休 那么中国如果出现这么一个人物 你也一定要这样去做 这样的做的目的就是 你引进了民主制度以后 把中国的制度根本更迭了以后 你可以保证你本人 成为立下丰功伟绩的英雄史诗班的人 成为改变中国历史的人物 而且人民一定会拥戴你 选举你为未来民选政府的总统 或民选政府里面的国家首相 这是你的光明前途 而且用民主制度去保证的 那么民主制度的保证 它绝不是哪一个人可以随随便便去 推翻的 它是整个制度的保证 国家制度的保证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的地位是稳固的 你把你这个地位一直持续到你退休 是绝对没有问题 问题的观点 是你会问我怎么引进 民主制度 我告诉你讲 我就举大清朝的例子 任何政治斗争 到了那个要流血 到了这个专制统治者 最后一击的时候 这时候 是各派政治力量的一个妥协 中国历史上 两千多年 所有的政权更替 要么是农民暴动 要么是宫廷政变 从来没有用其他妥协的办法解决 历来都是杀戮 所以中国几千年来 总是什么 一个专制替代一个专制 一个残暴替代另外一个残暴 几千年的政权更替都是这么样的一个反复循环 唯独大清朝是妥协的结果 所以有大清朝的例子放到我们面前 大家可以看一看大清朝 我可以带你来回顾一下大清朝在1911年的状态 在1911年的时候当时农狱皇后已经完全感觉到大清气数已尽 江山不保 这时候他最最担心对吗 最最担心就是他 和他的孩子 因为他当时的孩子非常非常优小 突一 他担心这个 少儿皇帝 根本就没办法延续大清的江山 革命党人 此起彼伏的造反 随时有可能 会杀进攻略 砍掉他农狱 砍掉他主义 在这种情况下 农狱更多的想到 是他娘俩的生命安全 那么这些王公贵族干什么 王公贵族们四处窥散 他们的时候选择逃跑的道路 绝大部分的人都开始跑到天津的租界 那时候像严富这种在中国知名的泰斗人物 到天津都租不到一间房啊 因为天津的租界已经租满了 在那个时候不像现在 可以贪官们全部跑往海外 那时候他们没有那么多海外跑 但是他们有租界跑 因为租界是属于外国管理 他们只要跑到租界 他们可以不受中国军队对他们的攻打 大量的王公贵族都是跑到 上海和天津的各大租界 造成了整个租界里面人马为患 这就是说一个王朝快起初快进的时候 他的官员一定是想办法给自己留后路逃跑出去 今天中共的现实 大家看呢跟大清朝一百年前是一样的吧 中共大小官员只要有一点权势的 都把自己的这个家属 银子和自己的老婆孩子小三二奶全部送到海外了吧 就跟当年大清朝都送的租界是一样的吧 国库同样是亏空的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中央的高层里面 而且习近平他是一孤一心走到底 但是如果有人控制了习近平 一定会采取就是什么 要把这个制度往民主道路上推 怎么推法 就是我还是接着我刚才的故事讲下去 龙玉他在担心他跟溥仪的姓名不保时候 他这时候是希望袁世凯能给他保护 用袁世凯的新军来保护他们俩俩的生命安全 而袁世凯这时候的想法是什么 袁世凯这时候想篡权 想抢夺革命果实 因为袁世凯他知道 当这个江山如果倒塌的时候 一定会有人来继承这个大总统 而这大总统谁 不能让孙文来党因为孙文是革命党 孙文当了这个大总统以后 有可能对大清朝进行完全的清算 把整个大清朝所有的 这个占满人民鲜血的 王公贵族 全部杀光 包括袁世凯是大清朝 前朝的老臣都有可能 给革命党人通通屠弄干净 所以袁世凯绝对担心 这个政权如果交给了孙文他们 有可能带来的就几十万人的轮头落地 而且首先是他的人头落地 因此 他是绝对不会随便把这个权 交到革命党人 但是他又不希望 龙域这个大清朝继续延续 他想抢夺果实 那么怎么抢夺果实 就是他也做他的妥协 就说是革命党人 如果你们能跟我们搭成 三方妥协的话 我本人出任大总统 我可以说服清廷 放弃政权 这是袁世凯的想法 他说服清廷放弃政权 是他想 获取这个政权 那我们再看 第三方就是革命党人 孙文和黄兴 孙文和黄兴 当时已经在南方建立了革命政府 但是这个革命政府非常脆弱 因为袁世凯如果发兵 来攻打这个革命政府的话 很有可能革命政府很快 就给袁世凯剿灭 虽然袁世凯剿灭他 袁世凯也要花其他的代价 但是孙文他们有灭顶的灾难 而孙文他们的这个革命诉求是什么的 是大清朝 请你让出政权 那么今天 如果是大清朝愿意让出政权 孙文和黄兴 你们把胜利成果交给袁世凯 愿不愿意 这就是我讲的妥协 因为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的更替没有妥协 唯独大清朝是三方妥协的借口 就是荣誉妥协了 他要求只要保证我娘俩的生命安全 每年供给我四百万两的这个白银 让我这个吃好玩好 把紫禁城仍然让我们使用 无偿使用 让我爱寻觉罗的家族 涌向这个富贵荣华 我们愿意民主立宪 因为当时世界上民主立宪的国家很多啊 你看我们很多世界上当初从王朝更替的民主立宪国家 现在遵守协议的国家还有很多啊 在欧洲啊 这个英国啊 丹麦啊 葡萄牙啊 西班牙啊 这个比比皆是 亚洲有日本 我们都看到都有啊 唯独中国是后来的军阀 冯玉祥他破了例 但是当时隆誉太后认为 模仿西方 我们是可以这样做的 所以隆誉 愿意让出皇权 让出治权 冯玉只要他的儿女 勇享富贵太平 同时 享有国家名义上的这个皇权 就是类似于日本天皇的这种权利 就可以了 所以冯玉做的妥协就是什么 保证我们安全 保证我们的荣华富贵 保证我们 爱情角落家族的延续 然后我们让出 我们皇家的治理权 这是冯玉做的妥协 那袁世凯做的什么妥协 袁世凯做的妥协就是 我不攻打你南方新军 我放弃和你们交战 但是你们要把这个 革命的果实让给我 给我获得大总统的地位 我可以让冯玉 直接下召退位 把政权 还给民众 这是袁世凯做的妥协 也就是袁世凯他要获得 革命果实 变成我袁世凯 担任大总统 来对国家治理 同时 我们双方吸兵 这是袁世凯做的妥协 那革命党人做的什么妥协 革命党人很简单 因为 孙中山 在从事革命那么多年中 他的理想和愿望 就是要剿灭满清 要让大清国 彻底灭亡 同时 当然希望革命党人 能够推翻大清朝一个革命党人 能够获得政权上的这个统治和独立 获得统治权 这是原来革命党 包括孙中山黄兴 他们最初 这个 最初 最初发起所有革命起义时候 想要达到这个政治目的 这个时候 孙中山要做的妥协就是 要放弃 你们 获得国民果实的这个权利 就是大清朝可以 让他下台 和平让位 但是 这个胜利果实要让给袁世凯 你要做这个妥协 在这个重大历史问题上 最终 孙中山和黄兴 顺天命 顺民意 他们决定妥协 只要清帝退位 我们可以让出大总统的职位 由袁世凯担当 那么 龙玉当时 是认为任何人都靠不住 如果把政权交到革命党头上 革命党虽然讲得再好听 契约给你签得再好 但是革命党人一旦掌权 一定会把 这个 爱情角落家族 杀得个片甲不留 所以他们要求 在整个退位招数上 一定要写上 未来的政权 由袁世凯打扣 因此 袁世凯派出了他的谈判代表 唐绍仪 而革命党派出了代表 叫吴延芳 他们在最终的这个退位招数上 进行反复商朝签字的时候 就决定了 这个里面的三大政治走向 第一 亲帝永远退位 然后革命党人和袁世凯大总统 保证 清廷 他们永享富贵荣华 并且不对他们的家族做任何伤害 拨紫禁城给他们的家族永远享用 这是退位招数上面 保证皇家 第一条核心论 核心条款 第二条 就是袁世凯 他接任大总统 他把中国 直接一步推向叫民主宪政 走宪政共和的道路 这就满足了什么满足了当时的革命党人和普通民众 所有的政治诉求 因为大家都希望把中国 一步就走上 宪政共和 那么 第三条 就是革命党人 他们让出 他们奋斗了多年 眼看到手的革命果实 然后只是成为 参与整个国家政治 成为在这个整个国家政治上面 第一派新兴的政治力量 在这个退位招数 三方妥协的结果下 大清朝 和平的让出来了他的证据 我把这个故事 讲给中共高层的官员 中共军队里面的高层将领听 就是让你们知道 中国历史上是有镜子的 如果今天 在你们的手上能发生 你们控制了习近平 中央政治局高层 能够改变中国政治航向 上政治航船的时候 你们一定要能够在中国 彻底的推行民主 民主自由制度 彻底的中国实行民主宪政 那么实现民主宪政 靠你们这个能够把他们控制的人来实现 是远远不够的 同样我讲的叫三方妥协 所谓三方妥协 就是首先 你控制着这批人 他们会要求 只要保住他们的性命 他们愿意 放弃政权 然后他们的这个家族 只要平安 豪华 富贵 他们不会再继续 恋战 继续要罢控这个邪恶的政权 因为共党的气数已经了 守着共党没意思了嘛 那么我们只要保证我们 全家的安全 保证我们原来的这些统治者 不被 不被你们绞杀 我们保证我们的生命 他们是愿意让出统治权 那么结束这个 这个他们政权的 这些中共 党内的高层 和军方的高级将领 你们在完成这个使命的时候 你们能不能就说替代他呢 你们不能够在没有民主制度 情况下替代 如果你们实行专制制度 你们很快会被你们的手下 再次杀戮 你们只有走民主制度 而走民主制度怎么走 你必须联合现在正在为 从事 中国民主 奋斗的 类似于当年孙中山和黄兴 这样的革命党人 当你们有能力 成为 控制整个中国局势的 这些 你讲兵变也好 军事政变也好 宫廷政变也好 不管是哪一种 当你们有可能 获取 结束 中共一党专制政权 这个机会的时候 你们这些人 就等于 是袁世凯 而 习近平和习近平 我们为首的中共的这些保守派 这些顽固派这些专制派 他们显然 就是 龙玉太后 就是 大清朝 那些没落 腐朽的 封建王朝的 帝王的专制者 那么 谁是革命派 你们 作为 袁世凯一方 和作为 龙玉太后 这一派 你们要连接的 是 革命党人 那么革命党人在哪里 我想你们既然 已经身为中共的高官 是身为 军队的高级将领 你们一点都不难 通过你们的 档案 资料 查找出 海外那些 哪些 是真正的 革命派 有很多 跟共产党勾兑的 有很多 每个月到大使馆去领狗粮的 有很多共产党早就对他们安排 要求他们在关键的场合 配合共产党行动的 还有很多早就被共产党收买 秘密在海外帮个共产党办事的 这些所谓 海外的民主派 你们 一点都不难掌握 这些人都是谁 有的人虽然在海外打着什么 民主导师 民主领袖 或者是所谓什么 六四领袖旗号的这些人 我相信 作为你们 掌握中共政权和掌握军队 高级领导权的这些领导人们 你们通过 中共内部的档案 通过国家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 情报部 外交部 你们一定 是完全能够掌握 海外的民派里面 哪些人 是早就跟中共 有过勾兑的 哪些早就是中共 他们发展的 地下秘密密密密密特务的 哪些人早就是跟中共 眉来远去 每次 在中共海外的重大行动中 帮助中共 去化解各种矛盾的 这些人 都是中共的爪牙 他们既然 能在以前 出卖自己的良心 出卖自己的政治立场 跟中共勾兑 那么如果你们找到他们 他们一定会再次出卖你们 所以把这些人 你们一定要剃除掉 要找到那些真正的 革命派 那些真正的反对共产党 能够坚定不移的 敢于跟中共 不屈不挠作 斗争的 这些革命派 因为这些人 才是真正的 代表 整个民主革命派 方向的人 这些人 才是为了实现 中国民主 而不惜 杀头坐牢 而从不退缩的人 你们找到这些人 这些人才真正的 能够成为像孙文黄兴 这样的革命党人 来帮助你们这一大批 能够 结束中共专制 并且能够顺利把中共的政权 过渡到 过渡到民主革命道路上 同时 快速的在中国 实现民主政治制度 把这个民主政治制度 落实到中国国家的 民主政治制度 和民主革命制度 根本宪法大法中区 使国家的这个政治制度 能够长持久安 使你们这些 能够一举剿灭中共 同时 在剿灭中共上 能够民垂青史 为中国革命 做出奉献的 你们这些 原来虽然在中共 朝银内 但是 在最关键时候 敢于向中共发起 最后的一击 把共产谋证 在你们手上 结束的 类似于像叶里清 这样的 你们这样的中共革命派 你们最终 和民主革命派的结合 才真正 把中国 彻底的 从共产暴政的 奴役下解救出来 而彻底的完全 结束中共 中共共党 一党专政 一党暴政 和专制独裁的历史 同时把中共 送进民主革命大潮 那么民主革命道路要保障的 一定是要制度保障 绝不能是哪一个个人保障 就像袁世凯 袁世凯当年 在结束大清 王朝 同时他自己个人 活得私利 保证他个人的革命成果上 他是有 贡献的 至于他后来听信了小人的残眼 去搞了什么 红线王朝 实现了他的八十三天 皇帝梦 这个倒行逆施的事 那毫无疑问 是把他自己送进断头台 送进历史垃圾堆的 一个根本有罪过的败局 郭国袁世凯当时是遵守 民国宪政当时所制定的宪法 同时他是完全维护 共和宪政的法律 把中国的政治 完全按照民主 按照共和宪政的道路上去走 袁世凯本来是可以名随侵蚀的 所以我希望 中共里面如果出现了 有这种能够结束中共专政 能够 省时多时 把中国的历史彻底改写的 中共高层的这些领导人物 你们 要在关键的时候 联络海外的真正的革命派 如果你们觉得没把握 你们看到了我的视频 我欢迎你们联络我 我建民经得起任何调查 经得起你们这些工党的高官 军队的高级将领 你们去查阅所有 我在跟中共的斗争中 我在曾经领导南京学运 包括后来被捕进入看守所 进入监狱 和我那么多年 在对中共的对抗斗争中 我建民是怎么不屈不挠 跟中共作战到底的 所以我经得起你们任何的历史审查 因此 如果你们要选择海外坚决的革命派 我希望你能首先 找到类似于我建民这样的坚决革命派 我并不是讲我建民是海外唯一的革命力量 海外反对中共的革命力量非常多 你们要认得清 我只是告诉你我建民肯定是一个 同时我建民所代表的团队 无论是我的共争团队 还是我们的全球反习反共的大联盟 他都是我们坚定的 反抗中共独裁 要把中共彻底埋葬 坚决的把中国民主 走向进步 把中国的政治 走向民主光明未来的 一直政治力量 如果真的有这个机会 你们联络到我 我觉得你们就找到了革命党人 那时候我不谈我是不是什么孙中山黄兴 但是我是坚决的革命派 你只有和坚决的革命派站在一起 才能够不受那些虚伪的 曾经被共产党俘虏的那些 打着革命旗号的各种小人 他们去断送你们自己美好的历史前程 如果有这一天到来 我非常期待 我们携起手来 共同埋葬共产主义 埋葬中国共产党 大家都知道中共这几十年的这个暴政和中共对国内的舆论的控制 在 目前中国国内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和有影响力的政治组织是完全没有的 你哪怕三五个人在一起聚会 共产党都会把你们拆散了把你们送进监狱 那么原来在中国曾经产生过一定政治影响的政治人物 绝大部分已经流往海外 那么海外自8964以后到现在将近30年 所有的海外人物基本上都登台表演过了 海外的政治组织兴罗其部大大小小 遍地都是 真正有政治力量的人 没有几个 你要找的那些真正对推动中国民主政治有力道的 同时有政治主张的 而且能够顾全大局在最关键的时候 学会能够把中国政治精神只要达到 结束共党暴政结束共党专制 这个唯一目的的时候 要尽量的减免人民的流血 尽量减免国家发生任何动荡 要选择这样的政治组织的政治领导人 我可以讲 我建民就是响当当的这样的政治领导人 能够率领海外 能够跟我有共同志向的所有政治人物 最终和中共 能够结束中共专制的这些军方 或者中共党内的高层任务 达成这样的共识 能够在最关键的时候 让中共论权结束 让民主制度在中国生根 让中国大地 在民主制度能够建立的情况下 尽量的少流血 尽量的少动荡 我们一定是要按照这条路去做 才可能 把中国未来即将发生的这个政治制度的变更 变成一个不流血的革命 变成一个专制统治者 他们在自保自家 性命的情况下 能和平的交出统治权 而这个权力让人民一步就走向 民主宪政共和 实现整个民主制度之后 中国未来的领导人 会让人民 用一人一票的方式去投选 如果中共有像叶利欣这样的人物 你在历史最关键的时候 站在了人民一边 你果断的结束了共产党的暴断 你一定是人民 众望所归的领导人物 你就会像叶利欣一样 一定被人民 会选举为民主共和国的敌人总统 我觉得 这是完全顺理成章的一个逻辑 而 海外也好 国内也好 无论是哪一个政治派别 随便他讲出来 他是合理非也好 是暴力革命也好 是我们全民共争也好 随便你是哪一个政治派别 最终大家都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什么 共产党灭亡 共产党交出政权 还人民民主 如果能实现中国民主 海外的这些政治力量 我觉得没有哪一个人 会放着这个民主政权而不要 做出这种最大限度的 让人民少流血社会少动的 而让民主制度迅速的在中国 能够诞生的 这种决策 我相信 任何有头脑有智慧的政治人物 一定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因此 任何一个政治派别和政治人物 随便他采取什么政治主张 我们只要看到他核心的一点 就是是不是把共产党灭亡 你只要把共产党灭亡 把中国的体制根本改变 无论他是流血的革命 还是不流血的革命 还是几方妥协的结果 还是说用枪炮 用刺杀 用炸弹 用爆炸的结果 不管是哪一种结果 只要共产党灭亡 他都是人民最大的盼望 能促成这个结果 才是我们所有 海内外所有政治派别 今天必须要做的事 所以 我今天的节目 是完全对中共的高层 和中共军方的高级将领喊话 你们如果不知道你们发动了个政变 宫廷政变也好 军事政变也好 你们不知道怎么做 你们去参看我的频道上的节目 我有专门的两期节目 是讲 军事政变在中国发生以后 你们需要 能够平定天下 能够保证中国稳定 减少最大的流血 能够把中国完全推进民主制度的 这个十二大的这个步骤 你按照这个和平监国的步骤 迅速的安定百姓 保证国民秩序 同时能够把政权 从专制政权 一步 就把它过渡到民主宪政 我觉得 实现这样的政治目标 一点都不难 而且就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 所有为这个政治力量努力的人 请大家尽量的把我这个视频 传播到中共的高层 和中共军类的高官 让他们看一看 今天中国的太平盛世 就是1911年的大清朝亡国之前的盛世 那个时候的整个的景象 和我们现在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你要看到 整个中国大变革在即 中共灭亡在即 让我们每一个人 做好这个准备 然后 把中国民主宪政 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 通过我们的努力 把它建成吧 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